统治台湾三十年的蒋公一百三十岁名段特辑 来到台湾的蒋总统其实已经不是中华民国总统 但他又重新上任成为超越宪法的男人 让国大代表无限期不用改选 还连续无界选上总统 蒋总统治理台湾时 透过戒严令和惩治判断条例等荒谬的法律 人民很容易就会被逮捕杀害 像是写写投书 翻译大力随手漫画 主张台湾不利或推动中国统一都会有危险 这段时间被蒋总统监禁杀害的人至少超过一万人 不过科本依然说他是人类的救星 世界的武人 自由的灯塔 还在笑北韩吗 这是北韩独裁领导者金正日 这是活了87年的蒋总统 蒋总统死后 他的儿子蒋经国借着掌握大权 最后已成为下一任蒋总统 继续独裁统治台湾 直到1988年也死掉为止 虽然蒋总统已经死了超过40年 但台湾各地今天仍然有很多他的铜像 还有一堆道路 学校 用他的名字 命名 在台北市中心 还有座像是中国皇帝临寝的建筑物在纪念他 除了有形的独裁者象征 其实只要我们还有政治归政治 少论政治的想法 蒋总统就没有离开过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